小时候我做过一个梦 梦到半夜醒来上厕所的自己 在走廊尽头发现了一扇从没见过的门 没有什么根据 我就是觉得那扇门的背后 会有某种难以言喻的美好 却也潜藏着不可名状的恐怖 好像只要自己推开它 就能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你醒啦 该吃药啦 在这个世界上 工作的回报未必都与劳动的付出相等 但回报丰厚的工作一定都伴随着相应的风险 不知从何时期 一些逾越了法律规则脱离了常识认知 有超乎想象的丰厚回报 却常常要为此赌上性命的工作 开始被称作灰色兼职 灰色兼职的心得如下 一 要做好面对难以想象之事的准备 二 情报的收集才是重中之重 三 尽量找到一个得力的帮手 但在仅要关头也要有铁石心肠的狠毒 这次兼职的内容 是替研发新药的医疗机构试药 受雇者要在与外界完全隔离的环境下 每天服药定时采血 观察身体所产生的变化 说白了就是在后果未知的情况下 充当人形小白鼠 被300万日元的周星吸引来的受雇者 有山市险峻的惠林 有板上钉钉的小悠 有已经够用的黑灵 有仍需提升的白兵 那别误会 新药的效果不是方兄 从黑白对称的名字也不难看出 这后两位是个组合 同时也是本部漫画的主角 他们能一次次在危险的灰色间之中生还 当然有着过人之处 具体来说 黑灵小姐具备能嗅出危险气味的异能 而白兵小姐 则有个能嗅出危险气味异能的朋友 四个女生聚在一起 哪怕只是初次见面也很快就能熟络起来 且就像惠里说的 手机被没收 娱乐靠电视 白天服药后还被强制要求不许睡觉 聊天真是能打发无聊的最好方式了 愿意接受这样高风险的灰色工作 相信每个人在现实中都有些难言之隐 这种信心相惜的感觉更是交流的润滑剂 四个人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八卦着 直到小悠提起了一句 话说自从来到这里 我好像就没有了睡觉前后的记忆 卧槽确实 仔细回想 所有人都不记得自己每天是怎么入睡的 甚至早上醒来的方式也很诡异 那感觉就像是喝短片了 一整段时间被直接跳过 都是年轻的姑娘家家 难免开始对夜里遭遇过什么有些不安 说起来合同上还有一句话也让人很在意 打开门的人将额外获得300万日元的奖励 这个门指的又是哪里 总之虽然来之前大家都对危险有所觉悟 但现在诡异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当然得想办法保护自己 四个人都认为必须团结互助 才能度过危机 说是这么说 可解散后白斌还是劝告黑灵 别早早就把能秀出危险的事情说出去 笔牌还是得攥在自己手里 当晚白斌做了个梦 梦见惠里像蜡烛一样融化在了一个融化着的房间里 第二天白斌依旧断片的醒来 黑灵和小悠貌似也一切如常 唯独惠里心情大变 一大早就独自盯着电视发单 问他什么也都爱答不理 放心不下的黑灵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结果被惠里回过头的面孔吓得差点痴声尖叫 可在定睛一看 少女又恢复了原样 他静止走到服务站 告诉值班的大夫 自己打开了那扇门 目送着惠里被医生带走 黑灵财后怕死地说了句 好臭 夜里因为惠里致玩违规 他和白斌寻找臭味的来源 悄悄在医院里寻找起对方的下落 隔着门缝他们看到的惠里 好像只是在接受医生的常规检查 可下一秒 医生将惠里的嘴巴拉开到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 接着如同摆弄一张皮偶般反转折叠 最后干脆团缩在了自己的掌中 整个过程 门门的二人没有生出一丝惊恐想逃的冲动 当医生询问二人为何出现在这里时 他们甚至记不起自己的来意 只好莫名其妙地返回病房 半路遇到了企业上厕所的小悠 他见二人鬼鬼祟祟 赶紧提醒说 要是有什么发现可不要瞒着自己啊 毕竟实验对象就只有我们三人 第二天 白斌依旧短片地醒来 服过药后 他照常来到休息室与其他两人碰头 还分析起每天都在发生的失忆 也许是药品的副作用 可小悠却很笃定那不是药的问题 毕竟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在偷偷把药吐掉 看这一脸不可置信的二人 他笑眯眯地说 这可是对方愿意花三百万故人来吃的药 天晓得真吃下去会有多大的危险 不过这样一来反倒证明了失忆或许真与药品无关 其实黑灵也支持小悠的判断 能嗅出危险的他当然知道臭味的源头并非药品 大概这个试药的工作只是幌子 真正的实验另有所图 但白斌及时的介入让这个话题打住 他还是不愿意暴露黑灵的能力 奇怪的是之前明明已经偷听到二人对话的小悠也没有继续深究 此时在三位受雇者看不到的地方 许多研究员也正聚在一起讨论样本的情况 有两个实验体似乎在有意识地避开信号园 剩下一个实验体则因为频繁在院内调查走动 因此与信号的接触也不充分 但不管怎样 明天发现的强度将会达到峰值 届时就算入口很浅 应该也能进行实验 第二天白斌依旧断片地醒来 服过药后他照常来到休息室与其他两人碰头 却看到黑灵一脸惊恐地说着 臭死了 已经不是哪里臭的问题 这里的一切都很危险 他诚恳地劝说二人一起逃走 可小悠却不同意了 眼看距离300万日元的报酬只剩下最后一步 在这个结果眼上退缩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况且事到如今 还以为实验结束前远方会放任他们逃走 只能说黑灵确实太天真了 当晚21点整 白斌听到了某种熟悉的噪音 随即便沉沉地浑睡过去 临倒下前他还在不解 自己明明已经关闭了黑灵秀道的信号源 那台放在床头的编织机 梦中的白斌仿佛置身于一片荒野 脚下是变形流淌的时钟 远处有两头窥视的巨兽 他漫无目的地在荒野中跋涉 一会儿感觉自己才刚刚开始行走 一会儿又感觉自己经历了漫长的一生 但无论何时回头 那两头巨兽都一直跟在身后 走着走着 终于眼前的景色有了变化 六目三口的女人 口若黑洞的怪物 辣般融化的少女 置身于这群奇怪的生物中 白斌的内心却格外平静 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那是当年还留着短发的黑领 和同样满身稚气的自己搭话 这个场景发生在他们中学最后的暑假 记得那天平日里很少陪伴自己的父亲 难得答应带白斌去冲绳旅行 他因为这个消息喜出望外 却也不得不推掉了和黑领同学一起打工的约定 当天夜里白斌做了个梦 梦到通往自己卧室的走廊尽头有一扇似曾相识的门 门的背后是某种光是看到就让人毛骨悚然的存在 哪怕第二天梦醒后 他和父亲准备启程旅行时 那梦中怪物的地狱依旧营绕在耳畔 来这边吧 那边不行 那边是臭的 白斌愣住了好半天 才终于记起自己身在何处 对不起了爸爸 我早该知道这是梦 毕竟你已经失踪了多年 在二楼走廊的尽头有扇门 一扇光是看见就让人痛苦到想要作呕的门 但那边才是现实对吧 爸爸温柔地提问 既然讨厌又何必要勉强自己回去 白斌遗憾地回答 因为我已经和朋友有约在心 过了好久呢 逆光中看不清脸庞的父亲才回答说 那就等下次再一起去冲绳吧 就在妇女二人进行着这段对话时 白斌的身后飞奔出了一只猎狗 他身形矫健地越过白斌 奔向玄关 跑了没几步竟变化成了小优的模样 那个就是门队吧 看来能拿到这三百万奖金的人果然是我 可当他跨过那扇门时 身体和周围的一切都开始飞快扭曲 眼前就像是另一个次元 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 忽然之间他有了个灵感 他们的工作并不是为实验者找到某扇门 他们自己才是那扇将要被打开的门 新的知识 新的概念 新的体验 都化作了庞大的信息洪流不断加速用来 小优感觉用不了多久 自己就会成为全知全能的神 知晓这世间的一切真理 也知晓我们所处的世界 只是个谎言 等白斌回过神来 自己正站在人来人往的新宿车站 这已经是事要结束后的第二天 随后他和黑领碰了个面 确认自己真的返回了现实 被包里装着的三百万日元也证明他们顺利完成了打工 可最后一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依旧毫无印象 白斌觉得自己做了个很长的梦 梦的内容支离破碎 只记得梦的最后唤醒他的人貌似是黑领 关于这一点 黑领小姐也是一样 只不过梦里唤醒他的人好像是白斌 总之 这次的兼职也算是有情无险 只是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都平安归来 可听到这里黑领不屑地问 实验的对象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吗 对哈 我大概是睡糊涂了吧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很想去冲绳旅游 要不我们就拿这笔工资来挥霍一下吧 同一时间 医院里的研究员们正复盘着实验结果 本次的未开通者共有两人 分别是白斌和黑领 而开通者则是惠领和小油 以及小平辽平 赤梁悠香 七田月子 老松永 叶山珍 小山正 平铁平 青田英子 石川大尔郎 荒木一只 三井光 一世汇丽 大岛数码 小池熊瓶 本次实验的开通率为88.9% 以上汇报 感谢聆听 如果在听完了以上的完整故事后 你第一个浮现的想法是 傻傻傻 写的是傻 恭喜你 你是个正常人 本则故事集选自日本漫画家 田口祥太郎所著的长篇漫画 《灰色兼职》 说是长篇 作品基本上都是由三到四画篇幅的 单元短剧构成 记录着两位主人公 在从事灰色兼职的过程中 经历过的各种诡异惊悚 又匪夷所思的神秘事件 那种始于日常 又完全脱离日常的展开方式 就是本作最鲜明的特色 而只讲故事 不给解释的神秘主义风格 也让这部漫画的恐怖悬疑感增测不少 这里我尽量尝试梳理一下故事内容 大概就是研究员们能用电视机 作为信号源 将人拉入到通往易次元的梦境 人一旦在梦中沉沦 肉体就变成了连接易次元空间的入口 而精神则成为了梦的一部分 再也无法返回现实 实验者想要窥探意识界里 那无限的知识 却又不敢亲自进入梦境犯现 所以才发布了灰色 兼职将一批又一批的小白鼠 献祭到梦境 再回收他们在现实中留下的肉体 当作门来使用 白兵最后能侥幸获救 一方面是因为有黑岭这个伙伴通行 另一方面也是碰巧小时候 做过一个相似的梦 但是否是碰巧还真不好说 《梦境荒野》那一段描写中 有很多关于时间混乱的暗示 不同角色的台词中 也都有提到门内门外是不同的次元 也许真是过去的一场噩梦 帮助白兵摆脱了现在的险境 也许正是因为现在的险境 才让过去的白兵做了那场噩梦 在无序的时间里 因果未必就代表先后 想想星际穿越中 五维生物创造的超绿方体 高维生物行走在过去和现在 或许就像一次眨眼一次呼吸那么简单 我想这就是身为后的小悠那句感慨的含义 从更高维度的视角看来 活在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里的人类 确实就像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 只是场中途没有醒来的梦罢了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拜托 一定要多多点赞投币支持一下 对灰色兼职这部漫画感兴趣的话 也记得评论区告诉我们 爱看的人多 可以考虑多出几期 这里是翟奇声明收容所 我们下期再见